课文 导盲犬和它的主人 一天,盲人带着它的导盲犬过马路时, 被一辆失去控制的汽车撞死。 它的导盲犬为了保护主人,也被撞死了。 主人和狗一起到了天堂门前。 一个天使拦住它俩,说 对不起,现在天堂只剩下一个位置, 你们两个中必须有一个去地狱。 主人一听,连忙问 我的狗又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 能不能让我来决定谁去天堂呢? 天使鄙视地看了这个主人一眼, 他说 很抱歉,每个灵魂都是平等的, 你们要通过比赛决定谁能上天堂。 主人失望地问,什么比赛呢? 天使说 这个比赛很简单,就是赛跑, 从这里跑到天堂的大门, 谁先到达,谁就可以上天堂。 不过,你也别担心, 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不再是盲人, 而且灵魂的速度跟肉体没关系, 越善良的人跑得越快。 主人想了想同意了。 天使让主人和狗准备好, 就宣布赛跑开始。 他以为主人为了进天堂, 会拼命往前跑。 谁知道主人一点也不忙, 慢慢地往前走着。 更令天使吃惊的是, 那条导盲犬也没有跑, 他在旁边慢慢跟着, 一步都不离开主人。 天使突然明白了, 多年来, 这条导盲犬已经养成了习惯, 永远跟着主人, 在主人的前方保护他。 自私的主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他只要在天堂门口叫狗停下, 就可以自己进天堂了。 天使看着这条狗, 心里很难过。 他大声对狗说, 你已经为主人献出了生命, 现在, 你这个主人不再是盲人, 你也不用领着他走路了。 你快跑进天堂吧。 可是, 无论是主人还是他的狗, 都像是没有听到天使的话一样, 仍然慢慢地往前走, 好像散步似的。 果然, 离终点还有几步的时候, 主人发出一声命令, 狗听话地坐下了。 天使鄙视地看着主人, 这时主人笑了, 他对天使说, 我终于把我的狗送到天堂了,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根本不想上天堂, 只想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才想帮他决定, 请你照顾好他。 天使愣住了。 主人又说, 能用比赛的方式决定真是太好了, 只要我再让他往前走几步, 他就可以上天堂了。 不过, 他陪伴了我那么多年, 这是我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着他, 所以我忍不住想要慢慢地走, 多看他一会儿。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希望永远看着他走下去。 不过, 天堂到了, 那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请你照顾好他。 说完, 主人向狗发出了前进的命令, 就在狗到达终点的一刹那, 主人像一片羽毛似的落向了地狱的方向。 他的狗见了, 急忙转过身, 追着主人狂奔。 天使张开翅膀追过去, 想要抓住导盲犬。 不过, 那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灵魂, 速度远比所有的天使都快。 导盲犬又跟主人在一起了, 即使在地狱, 导盲犬也永远守护着他的主人。 不过,